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发烧 在新北市淡水区 假日人潮众多的淡水老街 以及捷运站旁的公民街 更是商家以及人潮的聚集地 因此淡水区长乌宗仁 也趁着假日配合淡水警分局 前往中正路老街 以及公民街商圈来举牌宣导 针对人潮聚集的公民街 未来也将是情况 一旦超过五百人 就会进行人流管制 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持续发烧 在新北市淡水区 假日人潮众多的淡水老街 及捷运站旁的公民街 更是人潮商家的聚集地 因此淡水区长日前 趁着假日配合淡水警分局 来到淡水中正路老街 及淡水公民街商圈 进行举牌宣导 要大家戴上口罩 保持世外一公尺的社交距离 做好防疫工作 那可是我们为了怕说 连续假期或者长假 游客来淡水 忘了彼此要保持社交距离 忘了要戴口罩等等 所以我们在假日 都会到我们老街商圈 来做宣导 宣导民众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那目前看来 我们老街的这个商圈 老街商圈 老街的部分 其实游客 还差不多是正常的 差不多四成左右 那在公民街的部分 因为公民街的路幅 比较狭小 所以游客一来 就会爆量 看起来非常多 区长表示 预期各风景区 可能涌现人潮 而且疫情持续升温 造成防疫破口 配合警分局市府等单位 手持标语 办理相关防疫宣导 而另外针对未来 星期假日 也会请警分局 针对陆幅狭小 人潮商店 最多的公民街商圈 来试人潮情况 进行最多500人的人流管制措施 这个部分是 我们市长也非常忧心 所以说我们希望说 从假日开始 我们会跟分局来合作 来看这个公民街 如果说 这公民街的人数 超过500个人 我们就会分流 这个部分的人 请他们先走 这个金色水岸 先到别的地方逛逛 然后再回来逛逛公民街 让这个人分流 然后再来就是 保持安全距离 希望说 不要因此太靠近 而有所感染 那我们在这里 希望在这边的代表公所 来再次的呼吁大家 来到淡水 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区庄表示 未来淡水公民街 假日或者是长假 会是人潮状况 进行总量管制 只要达到500人 就会请其他游客 走进涉水岸 或者是绕道 避免在狭小的街道当中 形成群聚问题 也希望来到淡水的民众 可以配合各项防疫措施 佩戴口罩 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 维护个人及大众安全 记得再续短音 在续采访会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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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